環球單單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讀播版本時間 我們要請到的是張延庭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將軍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水下 因為台灣最近在做這個水下無人載具 然後開始做了一些壓力的測試 各種方面的測試了 那這個專案叫做惠龍專案 接下來是會成為一個潛艦作戰系統 他最近在做一些測試 這當中包括了在日前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蘇澳港做了各種的測試 那接下來大家是在看的是說 因為他們是規劃 這是中科院的一個專案 說水下的定位啟動系統 還有包括了超雷跟潛艦燃料電池等重要的一些系統設備 都會來做相關的測試 中科院的這個水下無人載具的武器 它的長度是30公尺 那目前的高度看起來是在6公尺左右 那大家就是在看說這個是一個近百頓級的威形 潛艦裝備 到底這個潛艦未來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作用 那將去如何看他的戰力 我們今天會來一起做解讀 包括也看到這邊有在特別講說 也在做燃料電池相關的測試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子更好的用途 大家都在期待 那國防部這一次的規劃的說 這個潛艦他是說要用的造型就是採用這個 有點像是鬼扶轟的一個造型 為什麼會採用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等一下也請將軍來一起幫我們做解讀 這一次的預算其實編列的金額 是達到了36億6千多萬元 是中科院這邊發起的專案 我們請將軍來幫我們看到這個專案 你如何看這個潛艦的戰力 對這個會融合專案 因為將來這個是水下無人系統 因為將來的話這個潛艦 那個也變成無人來操縱 這樣風險能夠降低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包含空中的無人機 也包括自殺無人機 反輻射的 這個無人機 還包括真打一體的無機 還有偵查的無人機 你看空中都無人機 那水下是不是相對安全 水下相對安全的話 那這樣子也讓無人機過 也讓水下無人載居過去 那無人載居過去的話 它這個才用的鬼扶轟 它有點像美國 美國用鬼扶轟 你看到沒有 它是驛展蠻大的 然後把它遷移 驛展蠻大的 然後它這個 這樣操控來比較方便 最重要就是說 我認為它要克服的是電池 還是電池 電池 你如果按照以前的這種 這種碳氫電池的話 那個碳氫電池 你這樣的話所用時間不久 我認為你用你的電池來用了久 因為你要靠電池啊 你隨下 你是你所謂是有人 有人他會浮起來 浮起來然後換氣 換氣再發電 發電充電 充電之後再下去 但是你這個是要潛下去的 沒電你要回來 你回來充電啊 沒有辦法 你沒有燃油 你為什麼那麼小呢 因為你沒有發電機 你要發電機 你就要油庫油池 然後發電 發電 整個發電系統 發電之後再變成雛電 你超過100噸 大了 那時候我只要電就好 電池你要放著久啊 那只要用 鋰電池 因為鋰電池又輕 然後它的 代用的時間又久 蓄電能力強 那就要用鋰電池 那成本的商量就會比它高很多 嗯 那你又不能大 你大 知道動力就要強 動力一強你就要消耗電力 所以你要去想到整個的組合 所以它 36億6800多萬 你看這個錢 你要去造一艘 這個我們叫原型建 沒那麼 沒那麼便宜耶 這算叫個隆德造產廠來做 但是成本也很高耶 這個算是一個高的成本嗎 成本 6億做一個錢 對 做一個錢 以後做出來了 那這個能夠驗證成功 那以後就開始量產 沒有量產 如果這個做起來是失敗 那不再做下去 你要 你不要說一開始都做一大堆 你要做 這個一個原型的 這個鬼浮風看狀況如何 能夠驗證成功 能夠達到初級作戰能力 符合作虛 就作戰需求了 我們就叫做符合作虛 你在量產啊 你一定要做驗證的 你看它 它不 它不小哦 你看算它是將近100公噸 它總共是0.85公尺 大概那麼的粗 0.85公尺大概也那麼粗 將近1公尺啊 它的長度是30公尺 它的內殼是20公尺 內殼是指哪裡啊 因為它雙殼 你看的外面這個是壓力殼有沒有 你壓縮 你將來海底是不是有壓縮 裡面還有一個殼 內殼跟外殼 外殼是給海壓 海壓完畢之後你裡面還有一個殼 是承受外面的壓力跟裡面這個 不是直接就跟我們今天飛機的坐艙 你外面是不是整個機翼的 那個機身的格框蒙皮 裡面還有一層有沒有 你看它裡面一層嗎 有沒有看到你如果坐到飛機旁邊 你看看它厚厚的嘛 外面是一個蒙皮飛機的結構 裡面是一個然後你坐到裡面的時候 感覺到很舒服 那這個是外面還是裡面啊 這個是外面 這個是外面 所以裡面還有一個 裡面20公尺 外面這個是30公尺 裡面是20公尺 因為裡面縮小 裡面那個直徑也沒那麼大了 那就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 那將近整個重量將近100公噸 然後你看它的高度蠻高 就是它的高度有將近我們那麼高 6公尺 但是你如果看它的圓的地方就沒有了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個罩板 就是指揮塔 那個加進去才6公尺 所以你就知道大概就是那麼大 那個指揮塔完畢之後 才是一個潛艦的形狀 是這個樣子 你看看這個是不是 那個就是指揮塔 我們叫做凡罩 哪一個 這個嗎 凡罩 看到這個凡罩了沒有 是這個嗎 就是這一個 這個凸出來 這個是指揮塔 這是凡罩 潛望鏡可以出來 還有換器可以出來 對 它可以出來換器 潛在下面它有換器口出來 然後換器發電 發電 充電 那一般來講都是晚上 因為白天我會不要看 有一個影子 上面有個東西吞出來 在那邊換器 因為它充電啊 電瓶用完就沒辦法 一定要充電 裁電 潛電 盒子動力不用 盒子動力我幹嘛充電 我都在潛在下面 那動力盒子啊 盒子是不要二氧化碳的 是這個樣 然後這一個 將來布雷或者是 或是發射魚雷 看它的作戰需求是什麼 你可以布雷啊 你可以 你可以發射魚雷啊 你在學校就做這兩個 那他不能發射 這個潛射的對空反艦飛彈 或者潛射的對空飛彈 你那麼小怎麼可能 而且那麼小怎麼可能發潛射的飛彈 飛彈不可能 那就呢 魚雷可不可以 魚雷可能 小心魚雷 那布雷可不可以 布雷可以 小心的 那個那個 那個我們講的水雷 那可以 那是這樣的 那它的 它的比較短板就是 它的電力 續航電力是有限的 就跟你的手機啊 一次充電完畢就出去了 你不能充電 充電要回來充 因為它沒有 它沒有柴油動力 柴油動力那又另外一回事 那就更大了 如果它用柴油的話可以跑 還比較久 那跑了久了 那裡面是不是要抓柴油 那個整個發動機那麼大 要發動 要充電 另外一個 那是不是要有油 你還要蓋油箱 發動機 哇 那這樣子 然後都是電瓶 你照潛艦去看 哇 怎麼那麼多電瓶 潛艦就是靠這個電瓶啊 不然怎麼辦 它靠裡面的生活作息 人在裡面運作 連煮飯 那個電力 都是靠那個柴油發電 靠電力 那將軍覺得他這個可以在水下多少天 然後他未來的作戰需求可能會是什麼 因為他看起來是比較便利 比較彈性 對 那他比較小心啊 那比較小心 最大看待機的時間 最重要的是因為沒有人的風險 那他就可以布雷 看你要到哪個地方 我已經受人的控制 那你把IP鏈給他 他有那個衛星定位 衛星定位看哪一個坐標鏈 有方格坐標 所以我們要把它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指示生活 或者是獵殺 或者是布雷 因為它是兩個 一個魚雷 一個水雷 你要布雷 那就布雷 那你就放雷 那再一個或兩個雷 差不多 因為它不大 布雷的那種空間跟容量就不大 那布雷 你布萬象雷 萬象雷是我們自己做的 原來我們自己做的雷 萬象雷 那我們自己去布 是這樣 因為你自己做 你如果是美國的雷 那美國的雷 你的標準 相關的參數能不能完全掌握 那你自己的你就可以聊 因為自己做的就比較保險 自己能夠掌握 然後如果你魚雷 如果可以發射魚雷的話 那可不可以在水下做伏擊 那你要看 你要看惠龍專案給他什麼任務 是以布雷為主 魚雷為輔 還是光是布雷 不要魚雷 那可能就是這樣 那不要魚雷 那另外一個是不是直接 也有一種 那我這個 將來的時候是不是變成一個 自殺潛艦 那我認為自殺潛艦的可能性不高 因為太貴了 自殺潛艦喔 太貴了啦 你幹嘛要去拿這個 多少億劑自殺 36億自殺 沒有 原型艦當然比較貴 你坐第一部車的比起是貴 後面量產的話 畢竟是貴 但是你不要拿這個去自殺 你幹嘛要自殺 我拿布雷 我拿水雷 我拿魚雷去攻擊人家多好 我幹嘛拿這個機跟人家 我們到現在為止有看到 有聽到自殺飛機 自殺無人機啊 反正我就跟你拚了 自殺飛機我也不要 反腐射 但是沒有聽到說有自殺潛艦 還沒有聽到說有自殺潛艦 你幹嘛自殺潛艦 你發射魚雷不是好 你去布水雷不是就好 我沒有聽過有自殺潛艦 自殺潛艦 如果真的有或是需要做什麼 那你幹嘛要自殺潛艦 你乾脆用個自殺魚雷就好了 魚雷就是自殺的嘛 對不對 你做一個好複雜 那麼多的電瓶 那麼多的結構 那麼多的GPS 相關的通訊導航 就是為了自殺 那不要 你做個魚雷不是得了 魚雷就過去就好了 你就是看著作戰需求 那所以那做魚雷 對啊 做魚雷就好了 幹嘛要去做 這個潛艦去自殺潛艦 還沒有必要這樣 那我認為另外一個就是說 做一個水下探測系統 哦 探測 對 水下去他有裝生納 生納坐在那邊 誰有經過 我知道了 他把這個訊號傳回來 旁邊有個 有大型的經驗通過 或者是 有潛艦經過被他收到了 他可以坐在那邊 躲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躲在那地方 他沒有人力 沒有食衣住行的問題 他要有電就可以 要躲在那個地方 沉在那個地方 你就控制他 然後要封包鎖碼 要不然也被敵人所增置你的位置 那封包鎖碼之後 就有保密的作用 因為我們台灣四周黃海 水下專利絕對重要 因為水下你看不到 水上你看得到啊 對海搜索內亞就看到了 在逆中的這種 大型的這種水面鍵 還是會看到沒有辦法 但是水下沒有辦法 水下靠聲納 靠磁性偵測儀 就靠這兩種 聲納是靠聲音 偏偏他不是 我們講到他是用採電在發電 對 他是用電瓶在那邊 音量幾乎沒有聲音在那邊 潛在那邊 這是不是比較好 但是你看到靜音的效果 達到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做的話 這會農專案 要驗證看看 我認為如果不好的話 像美國買 美國搭爬有那個看起來像 鬼扶風那個一樣 那為什麼堅持要自己做 包括說剛剛說的萬象雷 這些東西為什麼都要自產 你不慘美國不賣你啊 我們IDF做出來 美國說那F都賣你 我們的天工 那個防空飛彈有沒有 天工二型防空飛彈 包括天工一型 啊你做出來了 好那我賣你愛國者 防空飛彈就是這樣 你哪天你要做出逆中戰機了 啊台灣做逆中戰機了 啊那我們開始賣你F-35 你要會做你要才會賣 就是這樣 他要搶你的事啊 你開始做了 好吧 那我這個時候就 那為什麼他是說 才要搶你生意這樣 對 你要做的話 那不賣我就繼續做 當初我們IDF是做300架 美國說你做300架 我們都已經設計 整個都已經開始試飛了 我們要做300架 結果美國說賣給我們150架F-16 所以我們有300架減為130架 我們IDF做130架 那為什麼是什麼心態 美國要你市場心態 你做不出來 他不賣給你 那你做出來了 這中國當然也沒什麼抗議啊 你跟我們賣給台灣F-16 他都會做了 那我賣給他不是一樣 我不賣他也會做啊 這樣子 那我們天空飛彈 你為什麼要愛國者飛彈 天空三型都出來了 天空三型跟我們愛國者飛彈是一樣的 我不賣他也會做啊 那他這樣子 第一個中共抗議他馬上可以反駁 那第二個他生意強到 他再不賣 那我們做更多 結果我們做300架 我們當初IDF就是做300架 那我們如果不去 他不賣給我們 那他就損失150架的市場 不要忘了還有後續的 後勤補給保修 這些錢都會算進去哦 技術代表什麼服務費都要算進去 那不是就一大筆錢了嗎 是這個樣 那今天我們這個惠農專案 做出了這個 就跟鬼扶風那種 那種一樣的話 那美國可能就賣給我們鬼扶風了 所以他是徹底做這樣的造型 你一定要會做出來 你會做出來 美國就是這個樣子 你會做出來那我就賣你 因為我要做市場 然後你買 你要買 他會問你台灣要買幾架 我要買50架 他買50架 如果他不賣那我做出50架 自己做 那你的50架市場就沒有了 美國這心態也是蠻討厭的 他就是這樣啊 那我們現在就是為什麼要 我們一定要做 就是這個意思 你隨時 36億6800多萬 那你6800萬 你不得不出啊 你不得不投資啊 那哪怕是肉包子打口 但是你引發出來了 你看美國賣 我賣你 美國賣你 而且美國賣給我們還便宜 因為他做的多 他做的多 那我們看IDF 我們IDF的發動機是美國的 對不對 我們 我們雖然做IDF 但是發動機還是 因為我們做不出發動機 發動機是心臟 我們哪裡能夠做發動機 那就不得了 你看韓國 韓國 航空業那麼發達 韓國的 FA50 就是那個黑鷹的那個 那個噴射 戰鬥飛機啊 噴射的啊 FA50 他是向美國買的F404的引擎啊 奇異公司F404啊 他也是這個樣啊 那為什麼要像 因為他做不出來 印度的光輝戰機 也是向美國買的F404啊 對不對 但是他向美國 那我們做不出來 你看我們就沒辦法 向美國買F404 你如果做出來 美國可能就賣F404 那如果我們 現在其實F404 其實更好是F414啊 F414更棒 推力 一具推力2萬2千多磅 嗯 那 那就2萬2千多磅 就是10公噸 那推力有10公噸的那種 那很大的 但是我們做不出來 我們花了好幾百億 我們做不出來發動機 那現在這個惠龍專案就是 我們現在只要能夠做出來 而且測試成功 我們甚至可以發射魚雷 或者發射 放水雷 水雷是讓你放 比如說我放個萬象雷在那個地方 我們一次人再量沒 沒有關係 雷其實 我們放完就可以走了對不對 放完就走了啊 現在的智慧雷 他會沉在那個地方坐地 然後為了沈殿 然後他告訴你我在什麼位置 每天報送你幾次 我就在這裡 因為有時候有羊牛會把他吹跑 他會告訴你我現在在 所以那個海裡面會有羊牛 那羊牛會把他帶著跑 那他會告訴你我現在在這邊 明天的明天有告訴你我在這邊 因為他被羊牛帶著動 你就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那等到你要把他叫醒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開始作戰了 他就會醒來 然後醒過來 醒來 我要驅動你慢慢去靠近他 他會慢慢靠近他 他會回到前景 對他慢慢去靠近那個船 去撞那個船 爆炸 他是他會動的 不是說他叫做古靈傻傻的笨笨的 他就起來了 因為你把他叫醒了 他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去炸那個船 這就是水雷 那現在 那水雷你要去布 你布的話就是船 船被人家看到 那你派這個去布 就看不到 偷偷的裝進去 哪怕是裝一枚 因為雷蠻大的 他如果萬象雷 跟那個水雷的比的話 萬象雷要智慧性 那就萬象水雷 萬象型的水雷 他智慧性了 他會慢慢靠近 他會 我們叫待機能時間久 停在那個地方 停個兩年三年 他就不動 兩年三年 然後久了你也不要了 因為叫不回來了 因為那個是 久了放那邊你也叫不回來了 那另外再布 對不對 或者讓他智慧 那雷有智慧裝置 像我們買的M136火山布雷系統 他有智慧裝置 你要設定時間 他就會自動淘汰 對 他自動失效 因為要智慧 但是有 按照我有看到一個數據是99.7% 的智慧成功率 你有0.3% 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集結的東西 還是有一些意外 對 智慧 他沒有智慧喔 他還是具有暴露能力喔 但是他好像是0.3% 他還是沒有辦法智慧 那這就是風險 那集結的東西沒有100%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個慧龍專案就是 重在水下作戰 那水下作戰的話 我們台灣四周黃海 那水下的隱蔽性 水下的那種 我們講的突擊性 會讓人家措手不及 我們當然是不希望兩岸作戰 但如果說是兩岸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這個潛艦可能會放在哪裡 他的戰力會是怎麼樣 我認為放在台灣海峽 因為如果放在太平洋的話 那太平洋是非常深 你要怎麼做底 對 你要做底 太平洋的深度是1000公尺 我們知道花中下面之後 就將近1000公尺了 這樣下去 太平洋 那台灣海峽的深度是 40公尺到80公尺 最深的地方是170公尺 這是台灣海峽 那平均的深度大概就是50公尺吧 那這個剛好坐在下面 隨時叫醒 一叫醒 你潛艦不是都是 20公尺 30公尺 因為你台灣海峽就是潛啊 那叫醒之後他就去攻擊 可不可以攻擊潛艦可以 可不可以攻擊船 那最好攻擊船的 你叫醒那個船就在上面 那這個是有辦法的嗎 那這個啊 這個這麼小的這個 沒有 他是去 就在那邊做一個徵收 嗯 徵收還有一個布雷 可以 差不多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小 放不遠 100公噸 你那個電池 你的電瓶就是那麼大的續航 你不能跑得遠 你一帶動的融合 你吃電的咧 對啊 那跑跑跑 你不能常常跑 跑到這個地方好停止 在這個地方坐底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潛 坐在那邊等 沒有完畢了 你看看續航量剩下50% 要回來 不然你永遠交不回來 你要去打烙 讓他回來 控制他慢慢慢慢就回來 回來幹嘛 充電啊 因為他沒有帶大型的那種 我們叫做裁電啊 還有大型的那種 我們叫做的 油箱啊 你不是那麼小 你小就不行了 那是純吃電的 那你就要這樣子啊 完畢之後 十字任完畢之後 把他叫回來充電 充飽了又出去了 又出去了 你如果充得飽 出去外面一個月 你就一個月停在那邊 那一個月 第28天叫回來 慢慢就回來 重點重點再做使用 那是這樣的 好 非常謝謝 今天謝謝張彥廷將軍 跟我們分享這麼精彩的內容 今天晚上9點正片 我們會持續有更多 國際議題相關的討論 今天也會有張彥廷將軍加入我們 那從下週開始 我們也會有這個現場的Live直播 相關的細節時間 我們再跟觀眾朋友來告訴大家 希望更多的觀眾朋友能夠在下面提問 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 那就晚上9點正片見囉 拜拜 拜拜